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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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神给我们机会一起来学习圣经 请我们打开路德记第一章 我们今天读第一节到第五节 当世事秉正的时候 国中遭遇饥荒 在犹大伯利恒 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 往摩亚地去 寄居 这人名叫伊利米勒 他的妻名叫拉厄米 他两个儿子 一个名叫马伦 一个名叫基连 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伊法塔人 他们到了摩亚地 就住在那里 后来 拿厄米的丈夫 伊利米勒死了 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 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 一个名叫阿尔巴 一个名叫路德 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 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 剩下拿厄米 没有丈夫 也没有儿子 我们低头祷告 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有机会 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 我们就求你自己的圣灵 在我们的心中 做开启的工作 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让我们真的看得见 这一幅美丽的故事 这背后何等宝贵的教训 好让你的百姓 在你的恩典中 可以好好的来跟随你 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 我们知道 在四师秉证的那个日子里面 其实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绝大部分的时候 是过得相当的不错 就是在他们最艰难的时候 他们还都有饼 还都有肉 可以献祭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地方 讲到他们听见了一个国中 有一个饥荒 在国家的里面 只有一个地方 有一点饥荒 这么个事情 就把一个甜美的家庭 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 带离了神 原来在他们生命中的旨意 他们离开 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的信实 他们不相信神会供应他们 他们如果记得诗人在诗篇 三十七篇二十五节的话 那里说 如果他们真的有那样子的一个心智活在神的面前 相信神会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 他们就不会逃命 他们在面对人生中有难处的时候 如果他们能够像保罗 在使徒行传二十章那里所说的话 我却不以生命为念 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执事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如果他们有这样的心智 他们不会离开 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节主说 先求神的果和神的义 这一些东西都要嫁给你们 我们所吃的所穿的 信主的人一生的需要 到底是外面的环境来决定呢 还是神在恩典中来供应呢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 否则我们就会像以利米勒一样 他看环境 一点点的难处 就把他在神面前所有的恩典 所有的福气 全都浪费了 他就彻头彻尾的失败 你知道罗马书八章第六节有一句话 他是这样说的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今天基督徒活在地上 如果我们只关心我们的肉体 只关心我们在肉身中的感受和需要 我们的结局就是死亡 除非我们体贴圣灵的意思 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生命与平安 这一家人 本来是那么令人羡慕的一个家庭 因为离开了神的旨意 他们到了摩亚地区 到了那里以后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去了多久 拿阿弥的丈夫伊利米勒才死 但是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相信 很快他就死了 弟兄姊妹想一想 亚里米勒 伊利米勒为着逃避苦难 结果呢 苦难却加倍地临到他的家庭 今天有许多的人 为着爱惜自己的性命 反倒失去了他的性命 是谁选择 要离开神所命定的地方 到摩亚地区呢 他们做了这个选择 他们是自由的 让我们记住 人有自己选择 人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神给人自由选择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 人是没有办法选择 自己做了选择以后的后果 我举个例子 假如说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把我的手放在一个火炭的里面 我就算拼命地祷告 求神让我的手不会烧 也是枉然 因为我做的决定 是要把手放在火里 那个后果呢 就是自然的我的手要被烧痛的 一个人站在一个被盗的光景里面 他还渴望祷告神会祝福他 这就是圆木求鱼 是不可能的 以利米勒做了选择 为着这个选择 他付上了惨痛的代价 当拿阿米 失去了他的丈夫 第三节告诉我们说 剩下了妇人和他两个儿子 他失去了他的丈夫 但是他还有两个儿子 我们也不肯确定 这个时候他两个儿子多大 这个时候拿阿米 面对的另外一个 做选择的时候 他选择 留下来呢 他还是要选择 这个时候就带着两个儿子 回去吧 为什么选择 留下来 为什么没有选择 回去 我们不知道 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猜 你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猜 我们可以猜 很可能 拿阿米觉得 我们那么风光的 全城的人 都知道我们家有办法 我们可以移民到别的地方去 将来你们有患难 那是你们的事 哪里晓得 他们到了摩亚地 老公就死了 很可能拿阿米觉得 这个时候回去很没面子 就好像早年 很多人到美国去 再苦 再困难 不愿意回家 为什么 因为怕回来没面子 第四节告诉我们 拿阿米 不容易啊 在异地他乡 居然把两个儿子 抚养长大了 而且呢 这两个儿子 都娶了媳妇 两个儿子 都娶了摩亚的女子 为妻 一个娶的媳妇 叫阿尔巴 一个娶的媳妇 叫路德 他们在那里 住了十年 他们在那里住了十年 这一句话 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可能是 他们从搬到摩亚地 到他们离开 总共十年 也有另外一个可能性 是他们儿子结婚以后 又住了十年 在原文里面 这两个都是可能的 但是一般的学者认定 比较大的可能性 这个十年 是指着他们在摩亚地 前后总共居住的时间 因为他这两个儿子 娶了妻子以后 都没有孩子 所以拉比门 基本上都认为 这两个孩子 结了婚很快 就过世了 而且拉比门相信 这两个儿子会死 是因为 耶和华的手 夹在他们身上 因为神不喜欢犹太人 娶摩亚女子为妻 我们如果读到这里 我们就想起来 拿尔米的心情 他是多么不容易 好不容易把儿子养大成人 好不容易等到 他的儿子都结婚了 结果 他剩下的是什么呢 他剩下的是两个儿子 也都丧命 有人说 为什么死的都是男的 老公死了 两个儿子也死了 媳妇都没事 读圣经的人 一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基本上是认为 男人是一家之主 如果男人做的决定 违背了神的心意 神的审判 一定是从做头的开始 这是为什么 他们认为 老公 两个儿子 都死了 这个原则 其实在创世纪里面 就已经有了 在创世纪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 明明明是下蛙 乱跑 去跟陌生的蛇 聊天 结果 他上了当 犯罪 不但自己犯罪 他还要拖着亚当下水 还要拿给亚当吃 不该吃的东西 如果严格地讲 千错万错 都是下蛙的错 可是你读圣经 你很清楚地看到 当耶和华神 到伊甸园里面 要来审判人的时候 耶和华神 先找亚当算账 这个叫做 做头 今天很多弟兄姐妹 不懂 这个道理 我们不明白 圣经里面的做头 不是做威做福 不是做土皇帝 不是随心所欲 圣经里面的做头 乃是说到做丈夫的 在家里面 要负起神面前 一切的责任 拿尔米碰到这样子的事 严格地说 我们必须很同情他 这是情何以堪呢 不信神的后果 也实实在在 是非常的可怕 他们从寄居 到最后买骨 在异地他乡 他们从逃避饥荒 到最后 却是留下了 三个寡妇 和三座坟墓 当我们读这样子的 一段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那就是 为什么 他们会落到 这么悲惨的下场呢 其实 每一个人活在地上 都会有机会 碰到一些难处的 主耶稣在圣经里面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你们在世上 有苦难 所以问题 不是有没有困难 不是有没有麻烦 不是有没有远处 有一个饥荒 问题是 当难处来的时候 你怎么办 你如何面对难处 你是凭着信心留在迦南地呢 还是你要依靠 靠自己 逃到摩亚地呢 在迦南也好 在摩亚也好 你一样有问题 但是 你留在迦南 你的后果 跟你留在摩亚的后果 却是截然不同 你知道吗 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中 当事情 变得不如我们所期待的 当有很多的困难 痛苦 麻烦 临到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面对它 绝大部分的人 我们直觉的反应 就是逃避 我们不喜欢面对难处 我们不喜欢面对痛苦 可是弟兄姊妹 逃避 会带下什么后果呢 逃避 会让神的百姓 失去了神所命定的福气 逃避 会让神的百姓 不继续地站在 神所要我们所站的地位上 逃避 注定会在我们的生命中 带下更大的麻烦 正如同 在创世纪里面 我们看见 亚伯拉罕的故事 他碰到一些难处 他就要逃避 他不喜欢面对难处 而他逃避的结果 就带下了更大的失败 一个信主的人 在我们面对艰难 在我们面对艰难困苦的时候 让我们记住 逃避 不能解决问题的 其实 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 只有一个地方 是最稳妥的 那就是停留在神的旨意里面 安息在神的带领下面 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 有这样子的几句话 他说 但那等候 耶和华的 必 重新得利 他们必如阴 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 却不困倦 行走 也不疲乏 碰到难处 我们怎么办 逃避 固然不好 那一般的基督徒 不逃 他做什么呢 很多的基督徒 碰到难处 他不逃 他就忍耐 他咬着牙 在那忍耐 他想尽自己的办法 忍受 熬练 那弟兄姊妹 你会发现一件事 面对苦难 当我们在那里 一直咬着牙 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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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后的结果 是什么呢 最后的结果 常常是让我们的心 变得非常的刚硬 并且 他会让我们这个人 变得非常的苦毒 很多人忍 再忍 再忍 忍到一个地步 忍不住的时候 爆发出来 那个后果 那个后果 其实 非常的可怕 如果 在生命中 碰到了苦难 碰到了麻烦 逃避 我们说 这不是办法 忍耐 我们也说 这个不好 那到底基督徒 碰到人生中的难处 该怎么办呢 其实 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圣经里面 对着基督徒 面对苦难 应该怎么办的事 有许多的教导 神的话告诉我们 当我们面对 各样苦难的时候 其实 这是一个 我们 重新来 检验 我们自己 与神关系的 一个机会 我们要 仔细地来想一想 来看一看 我的信仰 到底如何 我跟神的关系 到底怎么样 我在神的面前 是不是有什么 罪恶 还没有认呢 我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是隐藏着 不让别人知道的呢 当神兴起一个环境 让我们来检验自己的时候 这是一个福气 如果我们被圣灵光照 发现我们自己 确实有得罪神 得罪人的地方 我们就应该 快快地 去认罪 悔改 我们要记住一件事 做神的儿女 非常的幸福 什么时候 我们认罪悔改 什么时候 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就一定洗尽 我们一切的罪恶 我们的人生 就可以 因着主的赦免 我们可以 重新再活一次 这是好大的福气 而且 我们也要在这个机会里面 来操练信心的功课 你知道 有的基督徒 看见难处 就吓死了 觉得这个难处太大了 会把我们压死 会把我们吃掉 好像当年 那十个探子 进迦南地一样 他们看见 那地的城墙又高 那地的人也高大 他说 他们看我们像诈猛 我们看自己也像诈猛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一个有信心的人 看到难处的时候 他知道 难处是神给我们的食物 以艰难当饼 哦 弟兄姊妹 如果神给我们这么大的食物 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我们应该凭着信心 把这一个艰难当食物吃下去 一个人 能够在难处中操练信心 他的信心就会长大 他的生命就会丰富 基督的品格 就有机会成型在我们的里面 有的人说 你讲的这些理论是很好 可是人是要吃饭的呀 一个做丈夫的 一个做父亲的 他有责任要供应 要保护他的家人 这个话说的对 可是弟兄姊妹 永远不要忘记 保护供应我们的家人 不可以违背神的旨意 耶稣在旷野兽试探的时候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今天神的儿女 需要在神的面前 求主给我们一个恩典 我们说我们宁可饿死 也不敢得罪我们的神 我们真的愿意 我们的一生 是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 而不是顾念自己需要的人生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 求你让我们记得 你爱我们 你给我们预备的 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就是想也想不到的 求你帮助我们 遇到难处的时候 我们不逃避 我们不忍耐 我们乃是来信靠你 好让你的旨意 可以成全在我们的生命中 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祷告 耶和华的耶语比 祝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耶语比 祝耶路撒冷